北京小心 岸田文雄指导后院 这国表态亮了 青瓦台风水杀气重 韩国总统府要换地方了 台湾战争学院学者俄罗斯和普京的结局 全世界都在质疑中共 秦刚却这么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3月20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Zenfer 柬埔寨一直是中共的小兄弟 近年也和俄罗斯保持着密切关系 然而 从最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访的一系列表态 可以看出 柬埔寨作为中共后院的一贯逆场变了 3月20日 岸田文雄到访柬埔寨首都金边 与洪森首相举行了会谈 会后 两国政府首脑发表的联合声明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俄罗斯 但呼吁立即停止使用武力 并从乌克兰领土撤军 并谴责侵略是对联合国宪征的严重违反 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 岸田文雄周日在金边会见了柬埔寨首相洪森 他们同意不接受在世界任何地方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任何企图 两位领导人确认两国在国际会议和其他场合的密切合作 包括柬埔寨今年主持的东盟会议 报道称 他们还同意就中共在南中国海的海上活动和朝鲜问题进行合作 岸田文雄对柬埔寨为打破缅甸局势的僵局所做的积极努力表示尊重 岸田说 日本计划举行一次特别峰会 并邀请包括洪森在内的东盟领导人 他指出 明年两国将纪念建交70周年 洪森说 对于乌克兰危机 他呼吁立即停止使用武力 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和平对话 洪森还说 柬埔寨打算继续与日本在安全和其他领域 进行合作 据共同社报道 在金边会晤后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 两国领导人还呼吁受政变影响的缅甸立即停止暴力 并要求军政府释放被推翻的民选领袖昂森素季和其他被拘留者 恢复缅甸的民主政治制度 根据声明 岸田文雄和洪森认识到侵略行为 危及国际秩序的基础 而国际秩序不接受任何以武力 单方面改变国际公认边界的行为 尽管声明中没有单独指出俄罗斯 岸田文雄在与洪森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确认要密切合作以维护国际秩序的基础 洪森在声明中说 不能以战止战 应该寻求和平解决 本月初 今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的柬埔寨投票 支持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大会决议 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与日本一起成为该决议的近100个共同提案国之一 该决议在总共141个成员国的支持下获得通过 报道指 声明还提起 日本和柬埔寨重申 两国致力于在印太地区以同样的精神 维护和平 稳定和安全 岸田和洪森表示 要为实现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共同努力 他们都认为 敦促有关国家避免采取会加剧紧张局势 或使南中国海局势复杂化的单边行动非常重要 似乎明里案里都在指向中共和俄罗斯 洪森这一系列与中共和俄罗斯立场对立的表态 会不会危及中俄两国在东南亚的地缘利益呢 请听证自行判断 韩国总统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历任总统不是被杀就是自杀 最好的结局也是进监狱服刑 据说都是因为总统府青瓦台的风水煞气太重 才商及这里的主人 韩国新当选总统尹锡瑞3月20日召开记者会 公布将总统办公室从青瓦台搬至首尔龙山区的国防部总部大楼 并将青瓦台对公众开放 这一方案将打破韩国几十年来的传统 在3月9日选举中显身的尹锡瑞周日还表示 他还会进一步将总统官邸搬至汉南洞陆军参谋长官邸 这一区域有许多商界高管和外交官 尹锡瑞在竞选中曾承诺将总统办公室搬至一个 更容易让公众接触的地点 并将青瓦台对外开放 他曾说青瓦台的地点和设计 让外界批评韩国领导人被与公众隔绝 外电报道说 尹锡瑞的这一计划引发韩国人的不同反应 甚至他的支持者也敦促他 尽量减少新办公室及官邸 对附近商家和民众造成的不便 而在对立的民主党的一些官员 指责尹锡瑞是受到源于中国的风水学书的影响后 也引发了一些风水大师的激变 尹锡瑞的团队反驳有关受到风水考虑影响的说法 坚称这一搬迁将改善公众的接触 及与幕僚的沟通 现任总统文在寅也曾表示 就任后将搬离清瓦台 但是由于安全和后勤等原因而放弃 尹锡瑞表示 将在新的总统办公室附近 设立一个大型的公共公园 普通民众将可以近距离看见他的办公室 他说还计划开辟一个媒体中心 可以经常见记者 据韩国媒体报道 11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曾致涵尹锡 固度团队表示反对搬迁计划 他们说这将让敌人可以同时打击总统办公室和军事总部 对于质疑声音 尹锡瑞周日表示 他了解有关担忧 但一旦进入被外界批评为象征着帝王权力的青瓦台 就很难再走出来 因此迅速决定和推动搬迁是正确的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结果完全疏忽外界意料之外 未来将怎样发展 前战争学院荣誉讲座学者妙宏祥给出了分析 他言判普京不会垮台 看其威胁使用核武就知普京深知西方国家的弱点 而且会不惜一切赢得胜利 但是就算最终普京把乌克兰拿下 换来的是北约国家大幅增加国防经费 加速军事现代化 并将能源与经济和俄罗斯脱钩 俄罗斯在国际的名声一落千丈 就战略来说得不偿失 妙宏祥表示 目前已经有四名俄罗斯高阶将领战士 这个比例似乎过高 其原因虽然和其高阶军官 虚道前线身心世俗的传统有关 但更可能是俄军通讯 被美军的电子侦搜能力完全掌握 因此得以将俄军指挥所的坐标情报 及时传给乌军 使其攻击俄罗斯指挥所 并击毙这些将军 妙宏祥提及 俄罗斯到现在为止 对乌克兰已发射1000多枚飞弹 昨天更以一枚极英素飞弹 攻击乌克兰的地下军火库 造成40多名乌军死伤 极英素飞弹是指 能以超过5倍英素飞行的武器 由于它的速度快 到现在为止 还无有效的拦截防御方法 据分析 乌克兰和俄罗斯近来已展开谈判 接下来的第三国调停 停火都会让战事越拖越久 由于普京不达目的绝不甘休 而乌克兰的泽连斯基总统 也越战越勇 寸土不让 加上北约国家不断的军事援助 战情极有可能继续拖延 此外 现在自由世界国家联合经济制裁俄罗斯 但是战事拖久的话 尤其是到了冬天 欧洲那些仰赖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的国家 是否还愿意继续制裁 就有可能出问题 而中共直接或间接也在破坏 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联合经济制裁 妙宏祥说 美国与北约虽然没有直接介入乌克兰战争 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 情报支援 并强化其网络战攻防能力 都在说明这是美国不折不扣的挥躯行动 如果说俄罗斯目前在国际上的形象是一头疯狗的话 那么中共就成了一只过街的老鼠 原因在于它和普京站在了一起 不仅是不谴责侵略 反而还可能私下为侵略者提供援助 但奇怪的是习近平却不愿意在拜协会上予以澄清 事后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表示 中共并未向俄罗斯提供入侵乌克兰所使用的武器 但他也没有明确排除未来北京采取上述行动的可能性 秦刚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 被问及中共是否会向俄国提供资金或武器援助 他回答 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假消息已经出现 我们拒绝承认这种说法 秦刚还说 北京正持续推动和平谈判 并敦促立即停火 针对西方国家屡次敦促中共公开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 秦刚认为 这种做法无济于事 我们需要理性 我们需要勇气 也需要良好的外交手腕 美国总统拜登18日透过电话告诉习近平 如果在战争期间 北京向莫斯科提供支援物资 就必须承担后果 为什么习近平不向拜登表明中共不支援俄罗斯的立场 而由驻美大使秦刚表态呢 分析人士则指出 这主要是中共想忽悠美国 却不想负起责任的原因所致 由习近平表态 假如要变卦 或者被抓住把柄 会比较难堪 但由秦刚表态 一来可以算是给美国一个交代 但如果出现什么变数 随便找个借口也可敷衍过去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